博尔基基特使哲哲 科尔庆蒙古贝勒首领蒙古斯之女 因政治斗争的需要 卢尔哈赤决定用满蒙联姻的方法 加强与明朝斗争的势力 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科尔庆蒙古贝勒 科尔庆蒙古贝勒 已将自己的女儿哲哲嫁给皇太极 成为清太宗皇太极的结发之妻 公元1614年 哲哲出嫁那天 卢尔哈赤命皇太极 亲自迎致挥发霍尔齐山城 在这里大宴亲朋 举行了婚礼 哲哲美丽端庄 性情温柔 待人和善 婚后与皇太极生活得十分甜蜜 感情非常好 公元1626年秋 努尔哈赤死去 经过激烈的争夺 皇太极于当年九月继承了汉卫 哲哲被封为中宫大附近 公元1636年 圣经经辽宁沈阳城内张灯结彩 一片欢腾 后京大韩从这一天起改成皇帝 年号重得 改国号为亲 这位大清第一个皇帝登基之后 对他的后宫也进行了加封 皇太极有后妃十五人 其中七人来自蒙古 这七人中又有三人来自科尔庆部 他们都姓博尔纪及特氏 而且是孤子两倍 原来的中宫大附近是科尔庆蒙古贝勒 芒古斯之女名叫哲哲 现在被封为清宁宫皇后 她的大支女海兰珠是芒古斯之子宰桑 封为庄妃 君与永福宫 其他两宫来自蒙古阿爸该部 一个为领旨宫贵妃 一个为衍庆宫淑妃 之后 皇太极又追封已去世的岳父 芒古斯为和朔父亲王 丰太妃为和朔父妃 折折皇后恪守妇道 与后宫嫔妃们和睦相处 从不妒忌 唯一的遗憾是她未能为皇太极生个儿子 因此 后来又把两个侄女 敬奉给皇太极为妃 皇太极对他们十分宠幸 但时间一长 对她这个皇后不免有些冷落 她也不计较 始终恭顺地侍候着皇太极 并且关心和照顾着朱公妃嫔 公元1643年秋 皇太极突然发病死去 折折皇后身不由己地 卷入了新的皇位争斗中 急于立自己的儿子 弗林为帝的庄妃 利用折折皇后的人后 请她与自己一起说服 皇长子豪格放弃争夺 争取大贝勒戴善支持弗林 最终使自己的儿子弗林 继承了地位 视为亲世祖 弗林即位后 尊皇后折折和自己的母亲装妃 为皇太后 不久 二位皇太后随顺之地弗林 一起入关 进驻北京紫禁城 公元1649年 折折皇后病逝 终年51岁 视孝端文皇后 与皇太极合葬昭林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